深圳队今天穿着他们传统的橙色的比赛服 这场比赛由王宇来陪大家一起观看 林良明 林良明在禁区里边可以打门吗 林良明小角度外加被打 没有打上太大的力量 大连人的任意球掉到远端 投球打门 门前的曼佐基把球打进了 曼佐基也是像上海生花的马来来一样 备受争议 备受质疑身上的压力很大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 为大连人首开记录 特索涅夫罚 埋伏在最远端的是曼巴 把球做到门前 这个球 深圳队的任意球防守 一开始被中路的曼佐基和劳烈斯 吸引了大部分的注意力 拜托徐瑞峰交给中路 特索涅夫打门 脱手了 捕射曼佐基 这个球还是没进